OK继续连绵查询 连绵查询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model里面的一些关系 我们先见到一些关系 我们说过这个blocks.belongs.to和user.hasmany 这两个都是建立外界关系 他们的外界关系都是讲这个blocks.username 对应到这个user.id 比如说把这两个列给它绑起来 然后形成一种外界关系 他们两个都可以创建这种外界关系 为什么要两个都写呢 就是写一个就可以了 这我们就解释一下 顺便给我们本节的这个连绵查询解释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只写了这一个blog.belongs.user这个形式 我们可以做什么查询呢 我们可以做 现在就写 连绵查询1 这个连绵查询1是要依赖于这个的 就是这一行的 这一行不写这是做不了的 它为什么是这一行不写做不了呢 我们一边坐着一边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叫的这个名字叫blog.list with user 大家注意相后关系 blog.list with user 也就是说我们查blog.list 然后顺便把user给查出来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是用这个avit.blog.ipi还是一样 还是这个find and countout 好这里面呢 你看这个是通过blog.什么东西来查 对吧 它肯定就是查的是blog.list 就查的是博客列表对吧 然后也是通过find and countout这个方式来查 然后我们给它定一个order的一个规则 就是id.ic这种规则 然后这里面如果我们直接这么知情查询的话 那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查出来的结果肯定就是一个blog的列表嘛 这个我们也不试了和上面是一样的 就是个blog的列表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要连秒查询嘛 就是查blog的时候 我们顺便把这个user给它带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inclode 大家注意啊 关键字来了 inclode这个方式就是包含什么 就是我们查blog的次数要包含什么 包含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数组 因为我们可能还会包含多个 可能是这么一种形式 因为它是个数组嘛 但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user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一个写上model等于user 也就是说我包含的这个model是user 这个user呢要提前在这引用好 要不然的话这个就会报错 好包含的是user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个tribius 就是我们查user的时候不全查出来 当然你这不加也没问题啊 不加就全查出来了 我们只查这两条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一个var条件 就是var user name等于 张三 OK大家看一下 相比之前我们就加了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查询博客列表 然后顺带inclode就包含一下这个user 这个user呢 要查这两个属性 然后我们条件是它是就是张三的这个user name等于张三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查出关于张三的博客 然后呢 这个查询结构中既包含了博客的信息又包含了这个优惑的信息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 打印的名字我们就考这个名字吧 然后同理啊 因为它是find and count on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肯定是有个count 这个count大家猜是多少 因为我们查询的是连秒查询的吧 连秒查询里面加了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说过这个count 它是不考虑分页的 但是我们这也没有分页 当然你分页加上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要虎销了 如果你把分页的条件加到这儿来也没问题啊 就是你可以根据分页来做 但是我们还是不加分页来说啊 就是这种没有分页的count 肯定是个总数 对吧 比如说我们查询这个 了的内部等于张三的这个 blog的总数 那肯定就是几条 那肯定就是两条嘛 我们出去库里面 张三的id是1嘛 就是这两条 OK count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接拷过来啊 它的rows 咱们就要把变量提换一下 它的rows 它的rows就是我们查询的这个行 然后给它map一下 然后这个blog 这个地方就不能这么写了 我们就怎么写呢 要blog 然后下面要加一个函数 就不能直接返回了 首先 blogvalue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log.datavalues来获取 这个没问题 blog.datavalues来获取 然后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个什么呢 有个user 等于 blog.datavalue.user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查blog的时候 每一行里面都include了一个user 所以说每个blog.value都有一个user 这个user这个名字呢 是根据我们猫道里面的这个 define的这个名字给定义的 并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大写的这个u啊 是通过这个名字来定义的 所以说这个user呢 同理啊 user它也需要一个.datavalues 把它的这个数据的值获取出来 明白了吧 也是我们每个blog里面 我们这个.ros是所有的这个行 就是一个数组 最终的每个元素就是每一个blog 每一个blog.datavalues 都是blog的数据库里面的所有的值 但是我们这儿加个include 每个blog都包含了user嘛 所以说 他.这个blog.value.user 就是我们查出来的user的信息 也需要加一个.values 去把这个user的这个值获取出来 这里面其实有什么值 也就是有这个user的名字和nickname 因为我们这儿已经定义了 这个attributes定义了这个属性了 好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定义这个user 就没有用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地方 给它做一个复制 就是之前这个blog.value.user 等于什么 等于就是刚查出来的值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把它复制成它自己的.values 给它重新复一遍值 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说 最后我们直接return这个blog.value 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 我们先去来一遍 OK 我们看一下 总数是两个 没问题吧 然后看反馈的值 反馈的值还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id2 然后标题是2 内容2 然后user id等于1 然后下面就这一块 都是这个blog的值的 然后下面有个user 大家看一下 username等于1 同理下 下面这个也是 第二个元素也是 这块都是这个blog 就是博客的那些值 然后下面这个user里面 然后user name等于 张三 link name等于张三 因为我们这已经限制了 这个查出来的列了 这如果不限制的话 如果不限制的话 查出来的呢 那这里面的数据就是有很多 这里面的数据就有id 有user name 有password 还有一些 创建时间和更新时间 所以说我们就 先不管它 我们就先这么限制的 看着比较简洁一些 OK 这就是连绵查询 也就是说 我们叫blog list with user 是通过blog.find什么什么 发起的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blog发起的 然后include的user 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数据中 它哪个元素最紧层 它是这个blog的这个数据 这个user属性里边 有我们想查到这个 user的这个值 所以说它是这么一个先后关系 就是先有blog后有user 我们回到这个model中来 我们这么定义 就是blog.belongsToUser 我们才能执行这个 以blog为先发的这种查询 明白吧 比如说 如果你只想查blog附带user 那你只定义这个blog.belongsToUser 就可以了 这块你没必要去定义 就反过来说 如果你定义了这个东西 你没有定义这个 你这个就执行不了 所以说 你要想通过连表查询 你要想通过这个blog去发起查询 顺便带上user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给定义好 然后这个有没有 无所谓 那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呢 同理 这个有 那就是反过来对吧 连表查询2 那你就跟这个反过来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 之前上面有一个叫blog list with user 然后我们这儿就在定义一个什么 叫user list with blog 比如说这个呢 我们要通过user来发起查询 find and count 然后这里面加配置 那好 我们查user 我们就加个什么 加个tributes吧 我们别的不加了 我们想把user成本查出来 这些这么考过来 然后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一个include 跟上面一样 然后这里面要加一个model对吧 include是数组 然后数组里面第一项 加个model model等于什么 定买blog 好这样就行了 其实 这个下面 这个include 之前的时候 加了model 加了attributes 加了where 那我们这儿什么都不加了 我们就直接去include 一个blog就可以了 attributes我也不管它 然后 为了推荐我也不管它 然后这个user里面外面呢 我们就加一个叫 列的限制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 直接打印这个 数据了 就叫user list withblog OK 这里面呢 同理啊 也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ount 把他的这个总数打出来 然后呢 跟上面一样哈 也是我们通过这个.ros 这个列 这里面它包含了 参与了所有列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 每一个里面都需要通过这个.datavalues 给他把这个 这个裸的数据给他弄出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ros里面这个每一列 每一列上面的元素就是用户的信息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写 就是这块 这块说明这块是相反过来的 user value等于user.datavalues 然后同理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叫什么 这里面就有一个叫blog的一个 属性 这个blog的这个值 是因为我们查了user的时候 顺便inclose的一个blog 然后这个.blog呢 是给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define的时候 这个小型的blog来定义的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 也是复制成uservalue.blog.datavalues OK return user value 好 这就是我们查询user 顺便inclose的这个blog 也就是说 我们写这一行的一个意义 如果这个不写 那我们这个执行不了 好 最后我们执行一下 好 这有个报错啊 101行 我们看一下 101行 好 行到这儿 我把这个错误回头查一下 查一下之后 我们下一小节 我们再继续来说 顺便我们演示那个 删除和更新 撤